儿媳妇一般都不愿意跟婆婆走得过于亲近 他们很注重自己的生活 不喜欢被别人干扰 更不喜欢公婆 过多的介入到自己的家庭生活 不想想法 老二在睡觉 所以我们现在承讨 似过于我 目不 así 这个是这么说的 すごい 果不合 餐 进来 是不是觉得 家庭 家庭 学校 shower 真的 学校 教 教 那是給食物 一人だけ昼寝しちゃったんだもんね ちょっとね 登壇終わって 誰がカイドか 自由時間 一人だけ寝ちゃって疲れてて で みんなお風呂入ってる間に寝てて 俺らが今度大人が入る時に 一緒に入ったんだよね パパと でご飯食べて花火やって 那 それで疲れた顔してたんだ 那人的念頭感很累 いや 花火やってた時踊りまくしたんだよ なあ 踊れ踊れって みんなにカイドはいい ゴンドウさんがね これ ゴンドウさんもね イエソニュースイホ 先週間 そうでさ 今回もさ 頑張ったなって言われたのよ 降りてきてね ちょっと カイドに もう一本ある もう一回登るって言ったら どうなるかな そこでカイドに行ったら カイドに行ったら カイドに行ったら もう一回登るんだけ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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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うAじゃない 小さい子 えー ははは パパ今夜作的 これは キャベツ キャベツ 卷心菜 キャベ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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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エ・トキャベツ キャベツ ミュレイトに行ったら 安爲 簡単乾曰 やや マクチナ 有些人在眼睛 所以很可愛 看它 像这样 父亲是你身上手 你身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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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这是心疼饭,这期前没有好好吃 姨爷说你们声音,姨爷叫我们声音小一点 我们在饭时有水吗? 没得到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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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了 坐声音小一点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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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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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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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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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吗? 爸爸已经飽了 已经飽了 今天下雨,所以我婆婆她们这个衣服都念在家里面 现在老二要吃晚饭了 对 对 对 叫爸爸起来 你叫爸爸我们回家了 好 回家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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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的这么温柔啊 白 白? 为什么白啊? 你爸爸还没起来啊 爸爸 我去接用就不用 嗯 卖过 嗯 看了 老大又在家里看这个 看姚明 她现在的偶像就是她 姚明喜欢吗? 爱豆 爱豆 嗯 喜欢姚明吗? 放啊 你是她的粉丝啊 她说她 她说她不光光是喜欢还是姚明的粉丝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日家庭的艾雅 有很多很多人留言说我们家的生活模式一点都不像日本传统家庭 嗯 说我公婆跟中国的爷爷奶奶没有任何区别 说我老公长得不像日本人更像中国人 有说她长得像山东人的个高大 也有说她长得像刘德海的 嗯 说我家老大长得也不像日本小孩 胖乎乎的 像孙男 一句话概括呢 就是我们家呢 就不像一个日本家庭 哪哪都像中国家庭 是的 我公婆 我老公呢 在很多思想方面都很像中国人的 比如我公婆每个月 会给我两个儿子 都有存一万日元 每天帮我带三四个小时孩子 两个孩子每天晚上呢 也都是在我公婆家吃晚饭 我老公只要出差不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呢 我婆婆就会让我也去她家吃 让我不用一个人在家里做饭 又跟我们换房子住 等等这些行为呢 的确都不像是一般日本公婆跟儿媳的相处模式 我也觉得自己超级幸运 能遇到这样的善解人意的公婆 了解我家庭情况的朋友们也都知道 我老公是二婚前面没有孩子 小叔子一家呢也不来公婆这边的 这个在日本呢其实也是普遍现象 儿媳妇一般都不愿意跟婆婆走得过于清净 他们很注重自己的生活 不喜欢被别人干扰 更不喜欢公婆过多的介入到自己的家庭生活 我嫁过来以后呢 我公婆呢看到有真正的亲孙子了 也感觉生活又有盼头了 加上我对日本呢很多方面呢也不了解 所以呢公婆他们也会教我很多东西 我也不排斥跟公婆打交道 相反呢我也很我喜欢这样 公婆看我呢也不排斥 跟他们过多接触呢 他们也特别开心 公婆呢也有我家房子的钥匙 一般儿媳妇不太会让公婆 有自己家房子的大门钥匙的 这方面呢我也是完全不介意的 当然我我也有我婆婆家的大门钥匙 包括我跟我老公的存款的情况 我公婆也是很了解 我从来也不会说去买了他们 而且不定期的会告知我老公跟我公婆他们 我手里存款有多少 这样的行为呢估计在日本也是找不到 有几个像我这样的儿媳妇 老大小时候呢有一次跟我婆婆出去 回来额头这个地方就拴了一个 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包 我当时看到呢也是挺心疼的 我婆婆看着我呢我感觉得出来 我婆婆当时内心也也挺难受的 也感觉对我不好意思 我心疼孩子贵心疼啊 但我立马就安慰我婆婆说没事 我说两岁多的孩子嘛 真是调皮的时候磕着碰着啊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就算今天不是跟你出去 那我带出去也可能他会摔到 婆婆说她朋友带孙子出去玩摔跤了 然后儿媳妇呢就责怪婆婆 说婆婆看管不利 然后还吵架了 她一开始也担心我会不会也去这样责备她 没想到我不但没有说她 反而还反过来安慰她 那人跟人交往其实很简单 彼此真心的付出 时间长了对方一定会感觉得出来 你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 多一些付出少一些计较 今天评论区有个留言我特别喜欢 以心抚心方得始终 我是亚亚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